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把苦难变成福报 一起来听 大家可能都听老一辈的人说过 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 上学更是不容易 要很早很早起来 打着手电筒翻山越岭地去读书 这样的事我身边朋友也经历过 而且当时我这个朋友还被村子里的孩子孤立 是一个人过坟地去上学 他现在的性格也受到了童年生活的影响 变得孤僻 冷漠 但小小年纪并未懂得什么是苦 苦的是未济世时变成了单亲家庭 苦的是妈妈在外打工 两三年才归家一次 朋友一直靠着枕头上妈妈留下的洗发水余香 一解相思 但是当时朋友认为这样的苦总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吧 还是相信着只要认真读书就能够改变这样的生活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初三毕业典礼的前一天 她的妈妈自杀了 此后的高中大学所有的辛苦和压力 朋友再也不会与人倾诉 一直在遭受折磨 生活中我们总会吃各种各样的苦 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困在苦难的牢笼中无法自拔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到底该怎么修行才能让自己解脱 我曾向高僧讲述过这样的故事 他告诉我 只有这样做了 才能将苦难转化成福报 大师说 如果你想要修道成功 需要将痛苦还有快乐转为道用 如果你修行很好 或者理论学习很好 遇到痛苦快乐可以转为道用 如果修行特别不好 虽然在某个地方纹丝了多少多少年 一点不能转为道用的话 修行是不成功的 无法解脱会一直痛苦 有位大德曾说 无论享乐受痛苦 智者深思有促进 纵然百见苦于乐 无心于者 无收益 意思是 无论你是享受快乐 还是感受痛苦 作为智者 都会深深思维其中的意义 因为对智者而言 感受痛苦 能为修行带来很大的进步 比如遇到生病 家人去世 不论什么情况 对他的修行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遇到快乐 比如健康 财富 民生 对他来讲 也不会因此而丧失修行的动力 这也是一个进步 但是 作为瑜者 无论遇到多少次的快乐和痛苦 也不会有任何的受益 当我们遭到 有情与非有情的损脑时 如果心理习惯性地 存着唯一都是痛苦的想法 那么即使一个微乎其微的对境外缘 也会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刺痛 让我们痛苦 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 也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最后会得抑郁症 失去快乐悲伤的能力 对这世间没有流涅 什么是有情的损脑呢 比如朋友欺骗你 怨敌损害你 侮辱诽谤你 造成各种违缘 不只是人 动物也会来烦你 晚上老鼠在你房顶咚咚跑来跑去 小虫到处飞来飞去 有的修行不好的人 天还没亮时 窗外的小麻雀一直吱吱叫 他就会特别讨厌 怎么不让我好好睡觉 这些都是有情的损害 什么是无情的损脑呢 比如你的工作做得不是很好 生意做得不好 你的耳机天天弄不好 或者你的手机打不开 甚至遇到一些灾害 就如此类的这些危害时 如果习惯性地想 哎 这是很痛苦的 很麻烦的 好伤心啊 好痛苦啊 好绝望啊 经常有负面的词 我好倒霉啊 好糟糕呀 修行不好的人 正面的词很少 心里有负面的情绪 在心里的指挥下 从口中会说出一些痛苦的词 如果总是这样的想法 哪怕是外在很小的因缘 也会带来心理上非常大的痛苦 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外境 一点小痛苦 逐渐也会变成非常大的痛苦 记得前些年 我几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找工作 但还是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那个时候 基本上没存上什么钱 之后勉强找到一个工作 但又因为工作太累 工资太低 辗转去了教育机构待了半年 这一年半下来 还是蛮受挫的 眼看着身边人事业有成的样子 而我却止步不前 身陷淋雨 后来开始学佛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总是抱怨 但又想拥有好的生活 佛教讲 痛苦只要来源于自己的心 而世间人以为 大多数痛苦来源于外境 如果寄托于外境 永远不会快乐 内心调整很好的话 快乐可以增长 如果内心调整不好 一直追求外境的物质或者人 这种快乐不但永远得不到 而且会增长各种各样的痛苦 《大班涅槃经》里有一句话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饮嗜酒 亦复如是 意思是说 如果经常想 我好痛苦啊 这种忧愁的心会增长 就像有的人喜欢睡眠 越睡越爱睡 这确实是一种习惯性 痛苦也是这样的 如果经常想痛苦 这种痛苦自然而然会增长 在修行过程中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调整自心 心很焦虑 很脆弱 那痛苦会越来越多 入菩萨行论中说 不宜太娇弱 弱焦反增苦 太娇弱的话 苦反而多 损害也会非常多 如果自己的心太娇弱 反而会更增加痛苦 现在的修行人有两大违缘 一是散乱 另一个就是娇弱 你太娇弱的话 过门槛害怕绊倒 喝开水害怕烫到嘴 做什么事情都沾前顾后 犹豫不定 人的意志坚强是很关键的 如果自己太娇弱 将遭受无量苦海 这种人每天都有说不完的痛苦 哪怕出门坐车吃饭 也觉得举步维艰 凡夫未果 菩萨未因 凡夫怕恶元 但平时贪图享乐 不知乐是苦因 一生会遇见不一样的人 经历不平常的事情 注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 真正地感同身受 但是请你相信 一切都是对你的恩赐 人世间你所有的失去 都会加倍地回到你身上 一生都会遇到不确定的东西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 你我的一生可以一帆风顺 苦难是常态 别因为苦难 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你要相信 未来是美好的 一切都可期待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你铺路 面对不幸的遭遇 你要感恩帮你清除业障 所有的苦难都是在想方设法地 成就你的人生 遇见苦难不可怕 你越怕越会退却 只有当你直面它的时候 才会发现另外一片天 佛说 人在顺境永远无法成佛 只有当你在逆境中 才可以磨练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强 凡事多往好处想 自然事情就会顺利一些 别总是盯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别总是为了过去的人悲伤 所有不对的人都不值得你伤心 所有无法解决的事情都有原因 人生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不管今生他人怎么伤害我们 都不去计较 好的铭记在心 不好的感恩 好事在回报我们 坏事在成就我们 生活不是完美的 会遇到苦难 也会有高兴的事情 不管遇到什么 都要一直往前看 不要回头 因为过去的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都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唯有学会放下 才是让自己解脱的办法 如果遇到了恶缘 时常告诫自己撑过去 一切都会变好 后来我去到那个朋友家 想知道他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有了些许变化 虽然还是能够感觉到 他不想向别人倾诉 积压着自己的情绪 但是他的心情比以前要安心许多 他告诉我 自己不愿意做祥林嫂 也不想一直生活在苦难中 他这些年一直在做义工 去到各个地方帮助别人 给予了别人爱 我想也正是这份爱 帮助他改变吧 因为他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意识到持续痛苦也没有意义 他仍然还是相信着心中的爱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